大家好,我是哲鳴哥 這是一個經常會分享珠寶小知識 以及我在業內見聞的頻道 如果你未訂閱的,希望你訂閱吧 今次我就想說一說買黃金首飾的問題 事緣是前幾天有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他就快結婚 他就想買一些黃金首飾 龍鳳鴉、金鍊、希望結婚的時候用 我就問一問他一些詳細的資料 我可以介紹一些行家給他 讓他可以買便宜一點 之後我問他細節的時候 其實他自己沒什麼想買什麼 預算、買多少兩、買多大 他都是沒什麼概念的 之後我就發現這個其實是很多人都需要知道的 但網上其實就有很多資訊 不過就很散修修 我希望今次這個Youtube可以盡量集中一些資料 希望幫到大家 我們經常經過一些金舖 每間金舖都有一個黃金牌架的 好像就說一兩黃金多少錢 但黃金有分色金、竹金 有些是金條 有些是竹鉑金 有些是950鉑金 他多數都是用一兩一兩來形容的 其實一兩是多少呢 如果你去文具店 你想買個磅 你問他那些磅有沒有一兩的 那肯定是沒有的 那些磅多數都是幾gram 以及幾卡 最多幾多ons 那時候就永遠都沒有一兩的磅 但我們問一些 經常買金的 師奶啊 婆仔啊 他們好像很熟 一兩就是一兩 重重的就是一兩 他們好像很熟 很明白的 什麼黃大仙金會 不知道什麼公會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但他們好像很明白 當一件事呢 說得不清不楚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問題 好地地 為什麼要說得那麼不清楚呢 即是好像老婆問老公 昨晚為什麼這麼晚才回家 老公說OT 那你繼續問問他 問問問吞吞吐吐 不就是有問題 你又試試問一下你的家人 親戚老一輩 你問他 你這條金鏈多漂亮 幾兩重 那其實有幾兩重 還有一些 你買金的時候 他一定說的 就說這隻龍鳅鵝啊 看看多漂亮 好好手工啊 是啊 手工好漂亮 但是手工要錢的 那究竟手工是多少錢呢 手工有沒有得計的呢 我想分開原材料 究竟是多少錢 那手工是多少錢呢 還有呢 當你賣金的時候 有些叫火號 火號又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說得清清楚楚 那大家就不會 其實香港的店鋪都很誠實的 只不過我試試在這裡疏理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讓大家都清楚 以後入金店買金 那就可以貨給三家 還有究竟用了多少錢 大家都清楚 我覺得當你付那麼多錢買一件東西 而裡面那麼多terms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值得研究一下 希望今次這個視頻可以簡單解釋給你們聽 那我今次都是一樣 就是講一些消費者需要知道的東西 投資的東西呢 我就不講了 因為有很多黃金投資的呢 Youtube都已經有很多了 OK事不宜遲 首先講一講究竟什麼是金價 黃金價格其實有三種 第一種就叫做虛擬黃金 即是紫黃金 我們是沒有辦法可以用紫黃金去變成實物 我們一般只可以用銀行的投資戶口 投資理財和買股票差不多 這些金就不可以戴上身的 這種我就不講了 第二種叫做實金 即是我們做工廠的 我們平時做珠寶 我們要買黃金做材料 來做一些18K、14K的珠寶 這個就是我們買材料的價格 這一種也是沒有辦法配戴的 即是沒有理由你放一條金跳在頭上的 而這件事我都不講了 而我講的就是第三種 色金 首飾的色 黃金的金 這個價錢就是你們進去金店的時候 那些銷售後中說的金日金價了 金有很多種 有竹金 有K金 而K金好像14K、18K 還有一些叫做意大利K金 印度K金 中東K金 甚至俄羅斯紫金 這些很多K金我就不講了 下次有機會我再開個視頻講 今次我就講一些我們結婚 或者平時的竹金 黃金的黃金 我講一講黃金這件事 一個過千年的行業我重複 真是很複雜他們搞到 反而我們做鑽石首飾 紅寶石、藍寶石的首飾 其實反而是簡單很多 以下幾點買黃金 我們作為消費者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我就分開幾點 第一點 香港和澳門的珠寶店 所講的一兩黃金 和大陸的一兩黃金 重量是不一樣的 香港和澳門的珠寶店 一兩黃金是37.5克 而大陸的一兩是50克 根本的標準都不同 即是如果你有個大陸朋友 他跟你講他今年有八兩重 而其實他的八兩 和你香港的八兩是不同的 它是會重很多的 也都是貴一點的 這是要小心的 第二買金額是要看時間的 每年入秋之後就是結婚的旺季 加上十一黃金周那些 多了一班買金額的內地遊客 那也是supply demand供求定律之下 適金的價格是會升的 而每年六月至八月這個時間 就是結婚的淡季 那我都覺得很少人在七月十四月結婚 而這個時間呢 亦都沒有內地的長假期 那你就有機會以較便的價錢來買金了 第三點 你們走過的金譜 你見到有個金價的 那個牌的金價其實是不是間間都一樣的呢 很多人以為一樣 但是事實告訴你 不同金譜不同牌子 它的金價是不同的 那如果你想買便宜的金 你就要多走幾間 看一看它的牌價 你選擇便宜牌價的那間 它裡面的金是便宜一些的 或者可以上網查到 不過我再說那些金器的價格 不只是看這個價錢 之後還有一些價錢你要加下去 第四點 買金色是有佣金的 這個佣金都是滑一收費的 每間都是的 就是收2% 所以你看到那個金價 譬如是10,000元 其實它賣給你會加2% 那是10,200元的賣給你的 第五點 就是手工費 而手工費是沒有滑一的價錢的 而這裡也是左右到你買的那件 認識金的價錢 這一點是真的要不同的金店 你真的要價價才知道的 而這裡是不同的地方 我可以這樣說 一些大品牌出名的 是會貴一些 小品牌便便便一些 那你街邊的老街坊 又可能會便宜一些 但是這樣說 有時候不熟不吃的 那我不敢說是不是真的 熟真的便宜一些 不過香港這麼方便 我很建議你們貨給三家 因為其實可以撐很遠 第五點 很多金店或者sales會用很多宣傳手法 好像有些就說 我便宜給你 便宜我用金給你 有些就說便宜我手工費給你 有些直接說免手工 那其實是什麼呢 黃金有一個國際金價 它怎麼便宜都便宜不過國際金價 所以其實到最後都要貨給三家 至於怎樣給法呢 我下面再說 我剛才說了5點買飾金要注意的地方 那現在我就簡單說一說 飾金是怎樣計算收費 香港的金行買黃金 它是要收2%的行政費 這個就是佣金 那怎樣計算價錢呢 以下就是一條formula 黃金的兩數乘佣金 就是1.02% 再加手工費就是總價了 而一兩就是等於10錢 如果你買的金是一兩五錢的話 那就是1.52乘1.02 再加一個手工費就是你那件金式的價錢 之前說過每間店舖的手工費都不同 其實大概手工費是多少錢呢 這裡要好小心 有些大店舖寫明手工費好像好便宜 有些說手工費是免手工費的 有些說它的手工費是200折 有些說它的手工費是3折 那200折和3折是否很划呢 我舉個例 如果它的手工費是1000元 那你一兩黃金的時候 它就是1000乘以0.28 那就是它的手工費就是280元一兩 如果你買一個5兩的龍鳳鴉 那就是280元乘以5 所以我以前不認識的時候 它說200折 那它是不是很划算 原來便宜了很多手工費給我 其實不是的 這個要小心 至於手工費是不是1000呢 其實沒有人知道 我夠膽說 你去到一間金店 你跟A sellers聊天 或者跟B sellers聊天 那個手工費都可以不同的 所以我就建議你去一間金店 你看中了一件手式 你叫它拿一張紙仔 寫下這件金是多重 金價是多少 手工費是多少 你寫下它 再去另一間店舖 你將這個商品 compare 這樣才可以選到最便宜的地方 而另外 當你看見一件金色 你覺得好美 但是我告訴你 手工複雜的金色 它的手工一定是貴一點的 而一些接駁位多的時候 它手工又更加多 所以如果買一些手式的時候 盡可能買一些簡單款 手工會便宜一點的 講到這裡 消費者需要知道的 其實已經差不多 當你貨比三家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很放心 你去一些大鋪 中鋪 或者小型鋪 甚至去深水寶的金行 其實它也很有誠信 你是不用怕被它們騙的 而我在香港做了幾十年 賣珠布 我都沒聽過一些人 是去了這些金店買金 而被人騙的 當然啦 你不要上網買金 因為金這件事 是很容易造假 而你是很難發現的 聽過真金不怕紅老火 就算一個老師傅 你給了一塊金色金屬的物體給他 他都很難即時告訴你 這塊金究竟是真還是假 何況普通人呢 你比較金 真的要用火燒 看它會不會變色 就算真的它不會變色 真的金了 但它都可能是度金 它度厚一點就不知道 也要有些機器 所以你有時買金的時候 師傅說需要剪的 為什麼要剪呢 就是剪它的時候 看它有沒有裡面其實是銅 或者其他東西 所以買金是絕對不建議上網買 買金真的要去金店買 還有一些情況 你買的是4條9 24K千燭金 那外國 我不敢說什麼國家 它真的24K的告訴你 但是呢 可能一些接駁看位 它未必用金來看的 這樣的情況 一燒的時候 它大部分都是金來的 但是一些看位 它會見到一些銀色 或者一些不同的顏色 那就是證明它的看位 就不是用純金來看實它 當你賣這塊金的時候 師傅會燒一燒的 他見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又會折扣一些 那你買的是4條9千燭純金 那多了這些行為的時候 不是純金的時候 那你就不是4條9 那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放金的時候 就是去賣金的時候 為什麼一些收金的店鋪 要加一個折扣出來 這些東西 都是一些保障公司 這些東西 在香港的正規金店 你是不用擔心的 不過如果你不安心 你也可以問一問它是不是 在最後 那你可能剛才看到這麼多 咦 那你會發現 其實金譜其實不是賺很多錢 它只是賺你手工 金價又或一 其實是不是呢 這東西對消費者 其實就不是很關係的 如果你覺得很無聊 你可以飛的 那我測一測 今天的金價 去Boomberg 你已經看到了 一盎司 現在的價錢 就是美金 1792元 而你計一計 一盎司 是等於 28.35克 這樣呢 我就把1792 除以28.35 這樣一克黃金 就是美金 63.2 而香港 一兩黃金 就是37.5克 其實是37.4幾幾 不過我計37.5 好計些 這樣一兩黃金 就是63.2美金 乘以37.5 那就是等於 美金2370元 0.37 這樣乘以7.8 那就是港幣 每一兩 就是18441元 那我看一看 那周先生呢 他一兩黃金 他就寫 19180元 但是你不要忘記 他還有2%佣金 已經貴了1,100元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裡面的利潤 每買一兩 他就賺1,100元 那還有手工費呢 那所以 很多時候 就算他說真的免佣金 免手工費 其實他也有個利潤在 所以每買一兩 他的利潤都很可觀的 而當他做這個生意的時候 他還可以很明目張膽地告訴你 我都是跟那個牌價而已 牌價每間都是的 規定了 所以其實他裡面已經是有個利潤在 講完買黃金了 那我都不差再講完你賣黃金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了 那搞到這個視頻可能又長些 不過不要緊 希望幫到大家 那你賣黃金金色的時候呢 其實你也是要貨給三家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主要是金行和回收商呢 它是會在你的金色的重量之外 還會收兩個費用 一個就是佣金 另一個就是火號 佣金一般都是收2%的 那就沒什麼所謂的 那火號就是要好注意的地方 因為火號是可以差很遠的 那也是非常建議你買了金色的時候 那張單據 要列明重量和乘式的單據 那你買金的時候呢 就最好給他一張單給他 而一樣東西要注意的 就是譬如你買那間店 你在同一間店賣的話 有些金店可以免收那個火號的費用 那或者便宜一點 那你可以在這裡省一點了 那另外如果你買的金色呢 好多些扭花或者自駁位那些呢 因為這些細節是會增加融金的功夫 如果你打過金就知道了 你磨一下金融一下金 是會有些金是不見了的 那當你這麼多這些細節位的時候 金行也都可能會收取多些手續費 而如果你收買了金色了 好久沒賣了 收買了好久 那你的店鋪都倒閉了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留意不同金行或者回收箱 它火號費用的percentage 一般金行啦 我說一般 我不敢說全部 它可以收大約4個percent 但是有一些金行呢 它可以收超過一成的火號 那你即是一萬塊的黃金 它可以收你一千塊的 那所以啦 真是貨比三家 走多幾步 香港這麼方便 走多幾間而已 你有時上網 很多時候看到哪間哪間 上環什麼機 或者是佐敦什麼機 你上網看到的 是的 對的 我不是說那幾間店鋪不好 我可以好告訴你 那幾間店鋪是非常好的 但是搭多幾個地鐵站 如果你多的話 價錢可能欠幾千元的 我真是建議走多幾間 而黃金呢 有些公司呢 它都提供一些service 它就說可以貨換貨 那其實很多金店鋪呢 它都是support這一樣service 那黃金呢 我覺得這一樣東西是ok的 但是我講一講 如果這一樣東西是在鑽石上面 或者寶石上面 我就不建議大家用貨換貨的模式 這一樣東西呢 也是一些行內的一些秘密來的 如果有機會的 我會再講一些鑽石啊 K金首飾那些貨換貨的問題 我想應該都差不多了 我今天呢 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些問題想問的 可以在樓下留言問 或者如果你們覺得我說得不對的 都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如果你還沒subscribe我的channel 希望你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或者給個like我 今天分享到這裡 拜拜